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 很多人跟我说 当他们唱歌的时候 会遇到不够气这个问题 尤其是当一句歌 有好多字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 know 在哪里可以響气 又或者怎么样可以一口气 唱一整句歌 就像接近这首歌 就要这个难度 一天一点伤心过姐一百数十万 大概也够我送我来 每一样有支花不忍间 有没有发觉刚才要用一口气 就可以唱16个字的一句歌词 还要最后两个是高音 都一点难度都没有呢 就是因为它用了正确的呼吸方法 而不是吸气了 吸气有三个不好处的 第一它会用了颜外的时间来休息 第二它会用颜外的力 第三你只是吸到一半而已 所以这个是一个试倍功半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学会正确的复式呼吸 如何在唱歌时吸入一口气 来源成教长的语句 最舒服自然的呼吸 当然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 要不然你又怎样会睡得着呢 在示范里面你会见到 一手放在心口一手放在肚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当你睡觉的时候 你是很舒服自然地用复式呼吸 只有肚子的手是会动的 而不是我们平时唱歌 很容易都会变成熟气 就好像以下这样 当我们能够将一只手放在心口和肚子 而站在身的时候都仍然是腹式呼吸的话 那就有几长的句子 我们都能够完全唱到 精彩了 福饰呼吸是将横胳膜上下移动 由于吸气的时候 横胳膜会下降 令到器官击到下方 所以肚子就会膨胀 而不是胸部膨胀 吐气的时候 横胳膜将会比平常上升 所以就能够进行深度呼吸 而吐出较多 而停在肺部的二氧化碳 F&H你的營養補充品店